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沒有聽過來 是大同 好像有聽過 大同高中 長春度那一個 是大同寶寶嗎 是電鍋嗎 是電鍋嗎 這個節目是私立大道高校的提供 台北的中山北道 歷史館有的建物 交通的要所 私立大道高校 我們學校就在大學裡面 每天進入學校 就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是大學生的感覺 我今年普通科 我是高奧的學生 我最喜歡的科是化學科 化學老師帶我們去實驗室做天氣品 超好玩的 我以後想要讀化工科系 我們學校有很多間餐廳 超多好吃的東西喔 機械科 實作科超好玩 我最喜歡實作科 可以做很多東西 就很好玩 不會無聊 我最喜歡創客中心 因為創客中心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們現在是高恩王 剛進學校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也是耶 但是有時候遇到一些錯的老師 都會鼓勵我們 我覺得很棒 真的 我也是這麼覺得 老師上課的時候 都會跟我們分享人生的經驗 所以現在開始我也會 要開始找過來的方向 認識更多朋友 可以跟別校一起搬活動 我們學到團隊合作跟分工合作 我也很喜歡我們的社團教室 很舒服 我也很喜歡跟其他學校的同學一起練習 我很喜歡跟大家一起玩音樂的感覺 在別人眼裡 會彈吉他的人 是個很酷的人 就是之前在外面看到 舞台上有類似樂團的那種表演 然後就覺得一群人一起在台上玩樂團 很酷很厲害 私立大同高中是城市中的綠寶石 私立大同高中帶給我一個開放的心靈 我學會如何帶領一個團隊 如何控制一個活動的走向 就是學校交給我的 因為有大同才好心愛的我 我一來到這邊 就覺得這個環境會讓他們很快樂 學習得更有目標 高中生活是人生當中最美好的青春階段 不要怕 能學的都去試試 不管成功與否 這是很重要的回憶 ? 會不會更為的